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在万寿街上有一台黑色自小客车行迹可疑 远警立刻到场了解状况 还意外发现了他的悬挂车牌 应该属于另外一台白色休旅车 远警立刻在现场埋伏 等车主出现一举逮捕这个偷车贼 派出所全员出动追捕偷车贼 不过这距离没抓好 被嫌犯给发现 立刻蒙踩油门加速逃逸 警匪大街上演追逐戏码 躲猫猫将近40分钟 逼得嫌犯汽车逃逸 不过被远警带个正着 大声呵斥要嫌犯下车 讲清楚这车牌到底是谁的 原来这名开车的消息男子 姓名贯切 因为偷了民众的车牌自用 被警方给盯上 逃人警方在周三上午9点 接获民众报案 称有一辆行机可疑的黑色小轿车 就停在万寿街上 一查才知道这车牌 应该是属于一辆白色休旅车的 于是便通知警网 特别留意这辆车 没想到当天下午5点 就接到一名富人报案 说他的车牌不翼而飞 立刻掉一路口监视器追查 意外发现失窃的车牌 竟然就挂在那一台黑色小轿车上 立刻赶到现场逮人 不过没想到不止车牌 就连这车也是偷来的 警方抽丝剥茧 搜集证据将嫌犯 立法总办 这林出强的桃园报道